请帮我看向左方的摄影机 几年前长过带状炮枕的蔡先生 背部还留下了疤痕 免疫力不好的时候还会有神经痛的后遗症 就是才大学生 然后也是作息不太正常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就皮肤觉得好像很敏感 就是真的是风或是衣服只要轻轻摩擦到就会很痛 然后突然它就长那个一颗一颗一颗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汗泡枕之类的 然后真的痛到受不了 然后我就是去看皮肤科 就说你是得带状泡枕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他就有开一些止痛药啊 什么给我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还有再吃安眠药 可是我那时候就吃安眠药然后止痛药 还是痛到睡不着 然后就是整天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没有办法专注 然后就是而且还会一直流汤啊 睡啊 所以这个整个人很不舒服 对所以然后就很痛 然后就是我以为好了就会没事 结果好了之后的那个枕头神经痛大概有一到两年 然后我现在如果偶尔就是太累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点阴影作痛 俗称皮蛇的带状泡枕是小时候得过水痘之后 病毒会终身潜伏在体内的神经节 等到年纪大或是身体免疫功能比较差 就沿着神经分布蔓延发病 他有他的道理 这可能以前的人他就是观察到说皮蛇如果转一圈的话 好像死亡力比较高 那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我们通常带状泡枕就是沿着一条神经跑出来 那出现水泡 那你如果没功能不好的时候 你就会沿着两条神经三条神经跑出来 甚至全身都长水泡 所以皮蛇转一圈表示说他影响了两边的神经 正常免疫功能的人他是不会两边的 所以皮蛇转一圈的时候表示 这可能免疫功能不太好 所以他会引起带状泡枕 轻换我们内造细胞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的死亡率也会比较高 他也不是说一定会死 不过就是说他的会发生其他器官 病发症的一个可能性比较高 那个死亡率会比较高 而让患者最困扰的就是诊后神经痛 疼痛时间可长达数个月甚至数年之久 因此针对50岁以上免疫力开始走下坡的高危险族群 医师建议可借由施打带状泡枕疫苗来预防 这个新上市的非活性的重组疫苗 它的效果比活性疫苗好很多 它的预防带状泡枕的效果都有在90%以上 九成以上的保护效果 预防我刚刚一直在提的这种 枕后神经痛的预防效果也有80%以上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施打的疫苗 这个疫苗它是一个不活化的疫苗 那不活化的疫苗它的优点就是 它可以跟任何的疫苗活性的疫苗或是不活性的疫苗 同时打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施打 都是没有问题的 上泡等的高风险族群 一个就是年纪50岁以上 另外一个是有免疫缺损的 不管是你是先天后后天的免疫缺损 包括癌症病人做发学治疗 包括干细胞移植 用看牌之药 这些免疫功能缺损的情形 都很容易得到带钻抛诊 都是带钻抛诊疫苗的适用对象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曾经得过带钻抛诊的病人 还是可以去打带钻抛诊疫苗 因为还是有复发的机会 但是它复发的机会比较低 尤其是对5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 它统计上复发的机会 大概千分之几而已 那所以我们现在 对于这个 曾经发作过带钻抛诊的病人 我们还是看它的风险因素 它如果是50岁以上 或者是有免疫缺损的问题的话 就是建议打疫苗 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话 就不一定适用这个疫苗 不过由于带撞抛诊疫苗 一剂将近万元 共要打两剂 因此医师也呼吁政府能提供补助 以增加民众施打的意愿 带撞抛诊疫苗在一个 裁员很足够的国家 像美国 它就直接列入成人的 预防接种 公会疫苗接种计划 那一些先进的国家 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台湾是受限于 它是公会补助 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在所有的智慧疫苗中间 优先把带撞抛诊列入公会 虽然它实际上应该是 可以考虑列入公会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建议 政府去做部分补助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都可以用部分补助的方法 减轻民众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也是 有政府认证这个疫苗 是值得接种的一种意识在里面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